所以你毕业之后 做的最长的是在地产行业 接着到六月 六月二十几号吧 这十年在地产行业 主要是干什么职业 什么岗位 主要的岗位是工程造价 预算 决算 是一直在一家公司干 还是换了几家公司 六家公司吧 我听说不是在地产行业 尤其是做你这个岗位 一般都会做挺长的时间 您那是听说 实际情况 像我这种情况 十年换六家了 像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每次跳槽的原因主要是什么 可能是在小公司的时候 很轻松很安逸 那你说一下 你这六次跳的变化 第一家跳第二家 就是从乙方调到甲方 人的比较一个梦想 都想进甲方嘛 第二跳槽就在甲方 就是那个睡郑州一个 应该说是比较保守的一家地产公司 很小 嗯 太安逸了 太安逸了 对 想找一个 频率高一点 节奏快一点 主要是想多学点东西 啊 就从第四家公司跳到第五家公司呢 那就从 国外上市公司 跳到咱们国家 宇宙第一房企 碧桂圆 哦 工资涨了多少 涨了两千多一点 最后一次跳槽呢 就是我在圈里面 应该还是 有点小用名气嘛 嗯 就人家把我推荐过去嘛 推荐过去 其实我是降薪过去了 别人以为那是个男子 我个人认为那是我展现 我能力的一个平台 我在房地产公司做过顾问 盖预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 一个项目的周期 起码在两年左右 而你在过去的 这个四份岗位上面 没有一份工作 工作过一年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真正在职场上 能够表现来看是能踏实的 我个人能力就是这样 我到一个公司 正常情况下 半个月 这个公司在岗位上 就需要 就需要 我要学的东西 半个月 这个公司的东西我都学走了 我看这个简历 你所有的离职原因 都是个人发展 但是呢 我如果招你的话 首先我要做 全面的背景调查 你如果调查的话 段总我可以当做 全国电视观众面 上面连日期都不会错 工资一毛都不会错 我相信工资和日期是不错的 但是离职原因是有 有待商榷的 因为咱们的简历表 只能签这么多公司 前面还有两家公司 每家公司待了两年 要接近三年 段总 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逻辑 是说企业对你的预期 应该和你对企业的预期 是一个双方互相承诺的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企业 说把你交汇了 你就可以走了 它不是这个期望 第一 我学的比较快 第二 我一个月的工作量 相当于别人一年的工作量 最后一份工作 之前这个项目两年 换了七个人 两年做不成 我到这个公司 我是5月10号到这个公司了 5月25号 这个大学 银食店全部掌握正式店 我用15天 干成别人 七个人两年干不成的活 这就是我的效率 这么棒的话 为什么还被子推呢 就是可以当做全国观众的面 就给每个建设公司老板提个醒 如果你的工程 你发现走得非常慢 可能不是你的管理原因 有可能是你工程的管理者的原因 他故意把你工程拉慢了 就是我去这个公司 说白了 我是挡了别人财路了 两年干不成 我挡了15天干成了 我想问一下 就那两年你是自己创业去了 是吗 疑疑疑疑疑的疑疑 离婚之后遇到疑疑 有孩子吗 有 跟谁呢 跟了前妻 改了姓 你有多久没见孩子 一年多一点 就是你说话的时候 眼睛是直勾勾看着别人 然后呢 说话的过程当中 始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 你不信我 我就要怎样的那种感觉 你是遭遇过什么没有 遭遇过的话 我遭遇得太多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是6月10号 我在我们工地 走了三万步 走了七个小时 中暑了 我身体特别难受 我直接打车 就去到临州市人民医院 抢救我 当时真是抢救 你不知道我怎么过去了 9点30的时候 我跟我那区总裁承诺的是 10点给他报告 9点30我打电话 你报告小岸没有 我领导 我当时我正在抢救 我领导我在抢救 说实话 那抢救到主任 就跟我说 你再晚来一会儿 明天把你拉到 直接给你开追导会 肾衰竭 众数很严重 一句问的话都没有 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没有 一句都没有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最需要的 应该找一个专业人士 跟你梳解一下 我开衣时以为你是刻意摆出 这样的一副样子来 告诉你 我很强 我不想受欺负 后来我发现 其实是你内心自然然发出来 其实我这是从轻到众说了 后面来去 你跟你女儿会这样说话吗 不会 你有几年没见女儿了 她家不让我见 你前妻为什么不让你见孩子 她就不让见嘛 她怕我把孩子抢走嘛 就那个意思 你想跟女儿说点什么 女儿啊 我是你的 生父 接着到今天 你应该是 四岁 八个月 零十一天 零十四个小时 有可能你 你的母亲把你的名字改了 把你的姓也改了 但是你的籍贯是永远改不了了 你的根 就在随限 这是我如果不告诉你 可能你辈子都不会知道 就是提案外前妻 我的女儿 咱们的女儿吧 已经五岁了 当时15年 大夫提案我们五岁的时候 要复查一下 看她那个心事到底闭合没闭合 这个事情来只有麻烦你了 因为 我也见不到 我也见不到她 你说了这么多 不想对女儿说一句 爸爸爱你吗 我称不上爸爸 只能称圣父 小楚 途老师是说的是 你想跟女儿说什么 就是你作为爸爸 不管是你认为 是圣父还是爸爸 你这个身份 跟你的女儿 想说哪些话 但是你输出的是信息 可能在简历上 我写了一句话 就是 一心想最深刻 就跟女儿生别 生了一死别嘛 人生最痛苦的是嘛 就有个镜头 可能到老婆都忘不了 19年8月份 我去看了她一下 就是我女儿抱着不送手 就我前妻把我女儿抢走 放到电动车上 我女儿就是 站在电动车上 扭过头 一直喊爸爸 那个镜头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吧 你有这个权利 探视的权利 就今年7月1号 我本打算是 跟幼儿园园长说一声 我说 每个月给我女儿 买一身新衣服 买一双新鞋子 我给你钱 就是那幼儿园园长 以为我来抢孩子了嘛 他就给我前丈夫娘 打电话 然后我前妻打过头 前妻又回来 当着某些执法人员 来面打我 他为什么要答你 他以为我去抢孩子 我就不懂 他为什么那么恨你 我觉得看你讲这些话 就那么的咬牙切实 看得很难受 我觉得这个事啊 其中有很多很复杂 不可能掰开了揉碎了去说 谁对谁错 家务事无法去判断 但至少有一点 刚才大家说的是对的 如果你有机会 去对女儿好 就尽可能找这种机会去 你对于前妻 无论是有仇恨还是什么 没有仇恨 就不要在舞台上 说任何将来 有可能女儿听得到的话 就觉得她身上有那种 就是熊熊的压抑的怒火 小楚我就直接跟你说 因为站在你旁边的是图老师 就跟你年龄相仿的男生 就如果是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在你身边 如果一米之内 我会觉得非常害怕的